第四十九集的不對 說得對 今集有三個人 不過只有一位主持 Boost去了找珍琳 娶老婆本 所以今集就來不了 你夠了 所以你不想去 我不是夠了 我還沒開始坐 接著Walky又想著拍拖 都是為未來的老婆而努力 今天都不來了 沒關係 我們都請了兩位嘉賓 一位是許文昌 不打槍大家都熟悉 他基本上是我們不適合第四個主持 基本上你來的次數已經變得跟Walky差不多 你給面而已 你出色 還有另一位嘉賓 主角 可以這麼說 也是上集的嘉賓 就是中國法律研究社社長 珍文新博士 不過我們上個星期就談了一些法律的問題 很悶啊 今集是說什麼呢 今集是說 通常叫槍哥來 當然是說金融 不 因為Eric本身都有 金融方面都有涉獵 也有很多搞作 這方面也是專家 我想都想給聽眾和觀眾多一些機會了解Eric 是的 金融是沒有專家的 而且專死專家 所以千萬不要做專家 今集主要是說金融的議題 因為槍哥在另外一個網台就說一些財經的節目 看來不敢 不敢 有什麼貼士 專門給人家 教人發達的 不是 我很少的 很少的 31628767 然後珍博士雖然是研究中國法律 但是他從事金融業都已經有二十幾年了 所以今集主要都是說金融的 其實 即不是武俠小說 不是武俠小說那個 我們都知道最近有些人擔心會不會出現新一波的金融危機 是的 很厲害 已經出現了 甚至乎有人說今次的影響的破壞 分分鐘會比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加大 到底現在美國又面對著怎樣的金融問題 可以和我們的觀眾解釋一下 其實一點都不出奇比2008年 因為2008年那次是說 將之前那些十幾年的繁榮一次過吃苦過 但是之後他的所謂補救方法 原來更嚴重 因為只是用舊方法去補新的問題 即是說繼續印銀子 繼續印銀子的時候 到處都有銀子 就繼續令到人們可以繼續借貸消費 繼續先花未來錢 對不對 這個一樣是遲到爆的 所以這一次是更嚴重的 而且你看到這幾天的電視都說 就是比較政治化了 因為其實就是共和黨玩東西 是吧 就是想奧巴馬的民望不要那麼高 扯他下來 是 他一直這樣搞一些動作 就是希望那個 就是通過不了 通過不了 或者有個上限 是 是 也有客 奧巴馬的民望是低了 好像今天我看 如果是現在投票 三十幾而已 支持的票 是 是 投共和黨會多些 就是已經去到一個黨派之爭 是吧 政治之爭 我覺得就 金融又離不開政治 絕對是 而且金融 就是說金融這件事 就是根本是一個很新的學科 而且是一個純工具論 是 其實他對社會沒有貢獻 坦白說 做金融 你不會有食物產生出來的 又不會有衣服做到被人穿 那你又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我覺得一點貢獻都沒有 但金融業其實他嚴格來說 有發展了幾多年的歷史呢 其實真的多人說 是二十年鬆一點 以前沒有說很強調金融的 即是說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人提供 沒有 就算七十年代都沒有說很強調金融 那時候銀行很正經 即是說你存錢 那時候有個廣告的 那些鴨仔是一間銀行 可能你出生了嗎 我還沒有 即是鼓勵存錢 存錢之後銀行就拿你存錢去借給人 賺個息差 很乖 那時候銀行就是銀行 然後股票就在證券行買賣 買股票也是做股東 也是很正經的 以前的投資銀行都很乖 都是找找鎮鎮 可能從事商人銀行的事 是 到八十年代開始才開始冒起 開始藉著不同的投資工具 股票 債券 做一些LC 最多借錢給人買樓 但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在二十多三十年會發展得這麼快 這個金融業會 因為那些人覺得這樣不過人 希望賺快的錢 金融我就覺得很簡單 我自己在這行業都覺得 有很多人立心想快些賺錢 他就將未來的東西 絶演回來 扣除 現在就先消費了 即是跟環保有些相同 我們用了我們後代的東西 將來他們告訴他 現在我先用了 金融一樣 你之前那些迷債 什麼垃圾 借券 什麼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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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將未來 即是先用去 是 將未來的絶演回來 洗了才算 未來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人有預測能力 總之賣東西的就是 可以掌握當下 先賺錢 先拿了一些用金 先 所以我有一些在高盛造的朋友 他跟我說他們的公司 是很多四十多歲左右 就退休了 然後 因為很辛苦的工作 對 然後就將其他東西 即是做義工 他們金融的時候 經常請來一些讀數學的人 又說數學金融工程 精算 那你金什麼工什麼程 其實就是在那裡砌一些數 是的 特模特 特模特 火箭專家 總之總是 計出來好像天衣無縫 如果你計得好 這個世界 就什麼都被你說了 事實上不是的 金融市場 有很多黑天鵝 絕對有 其實黑天鵝 為何換事不如槍居 跟五讀者 跟觀眾解釋一下 看書也有 不是我提出來的 你編了一本金融書 我沒有 你參與 我不是 我有份寫一個條目 那本 金融字典 One Table那本 是 朱浩廷 你也認識他 對 青年之父 對 其實黑天鵝 就是很多 大家原本以為是不會出現 不存在的東西 就像黑色的天鵝 但結果是 原來最後是會 在我們面前發生的 這些例子其實也有很多 普末算不算是 其實我覺得這樣 黑天鵝的意思就是 之前他未見過 但不代表不存在 是的 沒錯 即是說 其實我們首先要知道 人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是很有限 很有限 是吧 可能我們現在所謂 科學知的東西 其實可能都是很少 你不要以為知很多 所以當我們不知 以為黑天鵝 原來周街都是黑天鵝 那就是不是黑天鵝 周街都是 是 所以現在每天都是天鵝 是吧 為何又來 是的 好像每幾年見一次八年一遇 是的 即是每年都來 現在的自然災害也是 經常都說八年一遇 其實每年都是 每年都是 每年都有 高潔 但是如果 講回美國那邊 如果今次他們 共和黨和民主黨 是談不妥 真的不可以在限期之前 去提高法債上限 其實對全球的金融市場 會有些什麼影響呢 甚至乎對我們香港 又會不會有些什麼 怎樣的影響呢 如果 我覺得首先 現在這樣 因為他是最大的債仔 嗯 借錢就是這樣 你借幾元雞 就 借錢給你那個 就惡些 是 債主惡些 但你借他幾十萬億的時候 當然是債仔惡過你 是不是 他現在不還你也沒有他 所以現在 今天都好像有很多國家 包括我們國家都 都出聲 就說你一定要搞好那個 金融秩序 但是好像看來 他好像都 都還在黨派之爭 是的 那就是說 他們根本就是 已經是很兇的了 因為他欠你錢 是吧 那有沒有機會解決呢 就是 我覺得他最終會解決的 但是解決了的情況 因為香港的港元和美元掛勾 那會不會有些什麼影響呢 會不會有些什麼影響呢 那就是跟著他跌 沒有辦法的 就是跟著他跌 是的 因為我們掛勾 美元跌我們就被迫著跌 現在每天都在跌 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刺激香港的物價 尤其是樓價又進一步上升 尤其是樓價又進一步上升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刺激香港的物價 那就是 就是聯繫匯率和香港的物價 尤其是近這幾年 我們的樓市是大升得很厲害 那這樣其實有沒有關係在這裏 我想 Viktor 你提到 那個情況 就是華益道說 真的搞不定 是的 因為搞不定 就不單止是美國本土的問題 因為美債本身有很多 全球性 是的 中國都是他們很主要的債主 那你一真的出現了問題 如果是下跌了 真的被平級機構 是降了平級的話 是全世界都會非常嚴重 所以為何巴菲特都說 可能會出現第二個 隨時會引入 進入第二個的金融危機 甚至是第二個衰退 但是 Eric都提到 其實最後應該都會搞得定 所以就 樂觀一點點看 你說財經 那是否當正 美國眾議院他們搞得定 這個問題之一 就是股市重拾升軌之時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眾議院 你看到他們 眾議院博立那邊 眾議院領袖已經提出了 修改這個方案 其實昨晚就 交了上參議院 可惜就 跑缺了 因為事實上參議院那邊 就是民主黨控制的 那個方案 博立就 整理了一個方案 就結入了查黨 即是 原本另一班 是 看法不同的 原本 民主黨的企圖 就是希望 你們保守黨內部 搞不定當 談不定數 最後真的出了事 就賴你們 現在不是 博立就 拿回二百多票回來 找到一個方案 提了上去 但現在就變成了 民主黨那邊 都要讓步 所以現在的博奈 仍在發生 都仍在 因為博立 想著 現在提高了 9000億 他想著明年又再爭辯 明年爭辯過 剛剛明年是選舉年 肯定是對奧巴馬不利 他有他的想法 但奧巴馬當然也不會 吃眼前虧 所以也是 通盤 民主黨也是 希望 一次過 不要連累到明年 還要再說這個問題 他現在 都以偶視為兩步 即是 分階段 因為 如果是明年 那個 債務上限再提升 反而不用 自由黨那邊 自由黨那邊 那個力量 反而可以三分一已經 可以 所以 應該 因為8月2日 還有幾天 我原本就猜到 是最後一刻 搞定 應該是最後一刻 搞定 如果不是 但假如 真是 美國的眾議院 通過 提高 發債的上限 那是否代表 已經將金融問題 解決了 這就是兩回事 還是 這就是兩回事 會不會是 其實 新的問題 其實就是 舊的問題 我覺得他沒有解決過 即是推遲了問題 說回20年前 即是十幾、20年前 已經經常說 因為那時候 我們全世界都出口 都是去美國 美國人的消費很厲害 去買衣服 買T恤 買一搭 是不是 每個人買衣服買一搭 穿完衣袋 就丟了 那些內衣褲 我聽說是穿一次 穿不穿的 所以 他全世界都出口去美國 接著他給你 那就搞定了 那些銀子是印的 對不對 也不用負責 好了 那接著你想想 怎麼可能會 全世界只出口去美國 那時候我就說 如果美國人 不要說他不買東西 他稍為買少一些 他原本買一搭 現在買半搭 你都立刻沒有了一半出口 對不對 那現在近期他還說 再買少一些 那就越來越危險了 原來我們的繁榮 是建基於他的過度消費 對不對 這個是 Eric說的 美國的債務問題 其實一樣 也是在 就算上調了債務的上限 即只是把問題推遲 其實也是 因為最後債務問題 很多人關注美債的問題 所以他經常叫我們中國人 多些消費 或者賣美國 但是反過來我們的GDP裏面的消費 那個數字 還越來越低 我那天看過資料 就說 早過十年八年前 還佔百分之五十 最近跌到百分之三五 即是我們的消費總量可能提高了 但是佔GDP的比例 更少了 因為其他部份 抗爭大很多 即是說 這個其實有很多 又可能跟民族性有關係 你看到我們的 國內同胞現在不斷消費 但是消費 原來都不夠美國的人 因為他的普遍 你看那些黑人都是 如果他去市場買東西 一買就買得大 大多的東西回來 是嗎 吃不完就好 什麼都到處去混 即是成也美國 敗也美國的情況 到底過去幾十年 全球的出口高速上升 是因為美國的揮貨 但現在經過金融泡沫 金融危機 原因是因為美國的過度借貸 這個問題出現了 還有剛剛兩位嘉賓都提到 就算美國就是 通過提供法債的上限 只不過等於將問題推遲了 而不是解決問題 即是可能幾年之後 又要面對著奧巴馬 今天同樣面對的問題 其實如果要根本性解決問題 其實要怎樣做 還是過度借貸 過度消費 其實是一個 洗濕了頭 就永遠不可以解決 一個結構性問題 還是有辦法根本性扭轉這個 結構上真的要慢慢改變 特別是美國人的消費習慣 以前他們持住的樓價 不斷地上升 他們很多人一直按住層樓 那時候債不是這樣來嗎 是的 那些債案就是這樣 因為不斷可以 你可以擺下半金可能一成 或者少於一成 你可以買樓 不斷地有層樓 又不斷地拿去 我們次案 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香港借錢買樓 都是那間樓是一個標的 是 那間樓就是那間樓 但次案就不是的 他把一堆樓得到一塊塊證券化 是 所謂金融工具類似 是 一塊塊 然後可能我家樓貼住 你的家樓 然後就打包 賣了來亞洲 加入一些資產 那些人不知道 以為樓宇案件很穩陣 他用香港的標準去看 加上一些評級機構給他三條A 是 就搞到好像很厲害 有很多層級 整個打包到有不同的資產 加加萬萬 好像窗戶紙一樣 一刀就破了 原來發覺 原來他的樓案 跟我們理解的樓案 原來差很遠 是 因為他的建基於樓價 會繼續持續上升 金融市場是很穩定發展 那這個建基本身就有嚴重 這就是所謂的 那樓價也會上升 就是這樣 如果樓價下跌等於黑天鵝 就等於全部都是黑天鵝 是 根本沒有白 那時候沒有人相信 美國那時候 有人提出警號 但沒有人 就算連Greensbank 本身都是說 現在的金融市場很好 他們說話有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真話還是假話 再有什麼時候 現在都不知道 話之理 但香港的樓價又怎樣 會不會又是另一個黑天鵝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擔心樓價只會 越升越貴 就永遠不會跌 越遲買樓就越貴 其實香港的樓價 是不是真的 好像很多傳統智慧 只會升不會跌 就算跌都是短期跌 但長期都是一個上升的趨勢 其實這個傳統智慧 是不是正確的呢 如果你看回樓價 譬如豪宅的價格 現在的價格已經遠遠高於97 譬如你說高檔物業來講 的確是 價格是指升 一樣都是一個很高的上升軌 首先要介定清楚什麼叫豪宅 現在800呎都是豪宅 我想總售價15萬以上為之 現在很多開賣 現在很多開賣 不是 你隨便 買樓地點最重要 是的 這個是關鍵 其實有些樓 很多樓都還未回到97水平 不是 江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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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還欠十幾天 你說是否真的 其實香港人這方面是很深刻的 譬如之前 是否 很深刻的感受 我想 我想問題是 他們不會像美國人那樣 相信那一套樓價指升不跌的情況 他們都有 美國也跌了很多 也跌了 大跌了 現在還未回到金風暴 今天可笑的價格 那時候他們借錢買樓很兒戲 有身分證 是的 你可以轉工很簡單 走了就行了 去另一個州就行了 我們香港真的算好 所以 四坑死底都供了 是的 付資產也要頂 都要死定 你說你真的沒有一份工 真的被人家炒了 那我可以說 但是一般來說 所以我們香港的 你看回我們的歷史 就算是銀行 即是97金融風暴的時候 2003年 是的 或者九州金融風暴的時候 銀行的物業 按揭軟工的率 其實 按揭軟工是很低的 兩個百分比都不夠 是的 所以 為什麼很多銀行 都會視這個按揭 是一些很優質的資產 所以為什麼之前 海嘯之後 都大力成造 現在開始改變了 因為 現在周圍有其他的機會 所以當時我們看賜案 就是以為用香港的角度去看賜案 原來他跟我們那些完全兩回事 對 對 所以為什麼很多銀行都很興奮 剛才兩位嘉賓都提到 假如美國國會不通過提高法債上限 就會導致美元債券 即美國國債的評級就會下跌 然後會導致美元的匯率下跌 但假如我提高法債上限 即我發更加多的責任 會不會又是令到美元匯率下跌 其實這不是問題 其實就是有人在說 就是長期來說 你現在長期來說 因為美債不斷上升 這個趨勢也暫時不會改變 因為的確 美國的債務是要不斷的 即是藉著不發新債 蓋回舊債去支持消費 支持整個國家現在的經營模式 但如果相對於美債上限 即時不能夠調高 即是調高的話 即是變相 有些數是搞不定的 是 因為美國的債券 是被視為最優質的債券 沒有人相信全球最強角力的國家會賴債 所以最近就擔心這件事 是的 最近就擔心這件事 包括一些以投資債券為主的基金 都很恐慌 其實這就是一個關鍵 我覺得如果以美國人的智慧 應該會想到 如果他一破壞了這個信譽的話 對美國一個長遠很深刻的改變 一定是很嚴重的問題 即是搞亂了全球的經濟 我相信他會懸崖立馬 應該可以做得到 最後一刻應該可以做得到 最後一刻應該可以做得到 如果沒有理由 所以我覺得勾債問題可能更嚴重 如果是相比美國的情況 為甚麼 即是因為他們勾諸幾國 是的 都不知道幾國 現在都越來越多 因為現在他們處於困境 其實跟美國都不同多樣 又是因為金融海嘯 金融危機之後他們的經濟一落千丈 失業率高企 經濟又沒有見不到甚麼 明顯的反彈復甦 但又面對著 不斷要推出一些新的 財政刺激政策去刺激經濟 所以跟美國的情況一樣 但他們的經濟不夠 但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 應該是比歐洲那邊更加 對 沒錯 其實美國和歐洲有些不同 美國不僅是一個國家 但歐盟更加是一個很鬆散的 一個多民族的地區 各個國家不同民族性 所以你看到法國人 拉丁民族 和德國人這些 一二萬民族之間的性格 是很不同的 所以他們覺得 譬如德國人很遵守這個合約的 很理行合約 很乖的 他們覺得 你那些人很懶散 又要聯在一起 變成內部的消耗都很大 跟美國不同的 美國不僅是一個國家 所以歐洲的問題更複雜 等於現在差不多歐盟 要牽涉到多國的合作 對 民族的分別 本來已經是不同國家之間 歐洲以前經常打仗 不同國家之間 現在德國那些都經常要救來救去 德國法國這兩個 歐盟裏面比較強的國家 要不斷去聯合 主導整個歐盟的合作 如何解決 譬如在希臘剛剛見到的情況 已經是一個 要搞相當長時間 所以問題 你說如果相對於美國來說 歐洲的問題 反而更加複雜更加難解決 但如果 這次問題可能比上一次複雜 即比2008年 因為2008年那次出事之後 大家覺得已經有中國頂餘 是 現在又發現原來中國的方法 和美國的方法 其實都是不枉多樣的 都是靠量化寬鬆 有四萬億出 對 繼續貸款借錢 這樣去搞出來 但這個方法 即是新債蓋 舊債的方法 是否真的一路可以蓋下去 即是 很多人都說 即是金融海嘯之後 中國的資產保抹 或者高通脹 都是因為 即是金融海嘯期間 中國那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或者擴張的財政策 四萬億變成十萬億 是的 你也看到 譬如剛剛 在溫州發生的高鐵事故 其實也是 其中 這個政策帶出來的 即是因為在那幾年 不停的 大力投資基建 基建 基建的投資 很多時候都是靠銀行借錢 銀行的錢 始終要還 不還 怎樣 國家借國家的 大家都是國企 那怎樣解決 現在造成了一個更加大風險 對於內地銀行 就是這些所謂的基建 政府融資平台的貸款 就是借給地方政府 可能去做基建 做投資的錢 很多可能是壞象 所以為何現在的銀行股 內地銀行股 變得這麼疲弱 關注點就是 內地銀行遲早的壞象 都會急升 因為我們現在去國內 看看很多地方政府 都是靠房地產 去支撐的GDP 絕對是 房地產的第一 就是要跟銀行借錢 銀行借給地方政府 他考慮 跟一般銀行借錢 比企業不同 是的 有政治的考慮 甚至乎政治考慮 可能佔了一個比較大的比例 變成這樣的情況之下 好了 政府的官員 可能一個任期完結之後 又有另一個任期 之間的關聯性 往往造成了一些基建 有些是完成了之後 可能是沒有用的 是大白帳來的 是 甚至乎內地的銀行 我想答出一個問題 其實會不會是 本身都是被政治操控性很強的 都是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主要 譬如你說四大 都是國有銀行 他們譬如 你剛才提到 四萬億的財政刺激政策 他們其實要擔當很大的角色 為何當時容許他們這麼大幅增加的貸款 盡量借錢給 其實都是基於國家的政策安排 現在國家的政策 就是要收緊緊縮政策 結果他們全部都會收借 情況是這樣 所以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如果聽你這麼說 現在全球都是 差不多大部分的國家 都打算推行一個緊縮的財政政策 是不是 我又覺得不是這麼簡單 說緊縮是緊縮的 你一緊縮之後 你又發現經濟 會不會出現二次衰退 可能會比一般的衰退 可能會滯脹 在政府的角度 可能又要改變了 效果還未明顯的時候 另一個效果又來 變成沒有辦法 又要改變政策 變成惡性循環 好像之前說 再早半年前 有很多分析員 就估計 美聯儲最快會在 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頭 會加息 其實現在出現一個 最新的情況 會不會令到它加息 那個步伐 又會再退遲 會不會有影響 你剛才提到經濟師的預測 其實經濟師的預測 經濟師的預測 都經常會改變 有預測等於沒有預測 人是沒有預測 對 所以現在看回美國的數據 其實很多數據都很差 見到經濟復甦 第二季的經濟增長 都比預期低 所以現在很多的看法 就是可能最快都是明年下半年 其實是一直看的情況 很多人都想著 就是這樣說 就說美國加息之後 香港的樓價就開始可以 慢慢下降少少 然後又可以想一下 又是入市的時機 可能現在又推遲了 其實我反而想問 是不是一個必然的關係 就是假如美元疲弱 香港的樓價就永遠都是 升勢不止 就是如果美元一天 是扭轉不到的弱勢 或者美聯儲不加息的話 香港的樓價就 只會不斷地上升 會不會是 樓價首先我們要看一下 就是 它 早幾年便宜的時候 就沒有人買的 到高的時候 那些人又說 我買不到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價錢高 你又說買不到 但是到處都便宜貨 你又不會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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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是否很矛盾呢 所以 單單看樓價 不可以只能看到經濟的總量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自己說的是 美元和美式和樓價的關係 會不會是一個必然的呢 如果你說繼續 美元會貶值 港元又要賠償貶值 那有可能 即是說 現在的樓價這個水平上 都可能會是 有再高的可能 長時間的升浪 會是 因為經濟增長 我們都是 即是在海嘯之後 其實我們的經濟反響是不錯的 但是你看一下 因為跟美元的聯繫匯的關係 令到我們貨幣的購買力不斷下跌 反而內地的同胞 對著我們港元 現在是不斷 他們覺得 真的很划算 下來買東西 加上樓價上升 這個因素 他們真的會很吹豬人物 下來買東西 所以這件事 都會構成一個吸引力 但是問題是 現在當局 特別特區政府 都經常 近來都不斷出招 又收緊按揭乘數 還有一些按揭都開始加 印花稅 所以現在都 你看到樓價都不是 好像之前那樣升得那麼舒服 現在都 成家第一縮了 價格都停滯不前 最近看報紙都多了 所謂蝕樣的情況 我今天看了最新的新聞 就是預期7月的二手交投 是香港29個月以來 最低的一個月 會是 我覺得中下價樓 或者要復健居屋 這些都是一個 需要的政策 因為你沒有理由 全部人都買貴樓 安居樂業 應該是接觸到 不同的人的需要 應該中下價樓 或者是小單位 應該多些推出工業 漂亮的單位 好像昨天 陳老闆也說 他說樓價錢還可以再高些 遲一下才賣 他又不等錢花 是 是 漂亮樓 漂亮樓 漂亮樓不優 買少見少 因為真的買少見少 你真的有錢的話 真的不介意 但我們現在又把東沖 一塊都不錯的地 又拿去建平價樓 你又怎樣看 平價樓 如Eric你所說 新增的供應都很重要 特別是對中下價那些 所以 除了居屋之外 公屋供應都要增加 不單止他連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 都要增加 這是我在報紙寫的文章 其實我們剛剛提過很多 美元匯價和香港的經濟和樓價的關係 其實我更想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聯繫匯率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現在香港我們經常說高通脹高樓價 跟美元貶值是離不開的關係 還有香港這個聯繫匯率的制度 都已經走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隨著美元未來的趨勢大方向 都是貶值的話 我們港幣的購買力 都必然會跟隨著貶值 其實對我們香港人的生活 真的是相關 其實我想請教一下兩位專家 其實就是 我不是說 聯繫匯率的方面 其實是否真的沒有一個改變的空間 還是又好像過路借貸 借開了頭很難收尾 聯繫匯率又是否 如果我用開 很難又可以改變 看回他的歷史 其實九十年代 是一個好好的時間 是可以脫勾的 但是那時候還未回歸 大家都不敢做 可能英國佬覺得 不關他的事他不做 另外我們國家自己 又可能擔心 不知道會否影響了穩定 又不敢做 就是說很多事情 有政治考慮 很多事情就不敢做 其實有兩三次機會 回歸之後都有一兩次機會 是很好脫勾的機會 但是兩次都沒有做到的時間 到現在為止 現在又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其實一個地區長期 跟美元掛勾 其實不是一個好事 因為兩邊的經濟狀況 是很不同的 像現在這樣 其實本來港元應該是 價值是高好 是 那時候我曾經都寫過一些文章 我說其實 那時候港元應該跟人民幣掛勾 一對一 那就不用煩了 是 但是當然這也是一個 比較超前的說法 因為人民幣 又不是一個開放的貨幣 不是可以自由兌換 是 但是一個國家如果兩個貨幣 裡面的差價這麼大的時間 也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其實是三難 不是兩難 那個外後果都出來了 有8美元 又人民幣之間 三個幣之間 那個外後果好像你剛剛說 都出來了 不是 如果一對一 好像之前Eric說 就是人民幣和港元一對一 我想很多人都很贊成 那一陣子我記得 有一段時代是一對一 就是幾年前 那你就純粹推奏 現在綁到一對一 都不知道幾開心 我如果 我沒有記錯 港元和人民幣很接近一對一 應該是04、05年左右 我印象之中 那時候有很多文章 都是建議政府去認真考慮 應不應該 因為其實 美元和港元掛鉤 當年是權宜之計 但是你迷信了他萬能 將權宜之計 變成現在權宜 現在幾十年 看不到明顯可以脫鉤的機會 他現在真的不敢 因為官方的講法 因為這是太政治性 太政治性的問題 還有你看看金管局 近來較早前對聯繫匯率引起通脹的問題 他們說陳德林在公開特朗 都說不是 你看回亞洲區內其他地區 國家即使沒有聯繫匯率的話 其實通脹跟我們面對都是一樣的 所以他說跟聯繫匯率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高通脹的最大原因是在於哪裏呢 如果是這樣 高通脹的最大原因 其實通脹很多時伴隨著經濟的增長 很多時都是這樣 加上特別是我們和內地的關係 你看到很多入口內地的食品 產品等等 其實都會造成一個輸入通脹的情況 其實近期的通脹我有個看法 由於是九百年之後 二千年之後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通縮 2003年更加不一樣 那時候通縮了五十多個月 便宜之中變成現在我們通脹 我覺得有部份是補回 追回之前的價錢 一些物價的問題 另外才產生新的一個通脹 如果你看回我們2003、2004年、2005年 那時候的東西是很便宜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之前去過統計署 看看物價指數的統計 原來現在今時今日 我們經常都說香港高通脹 其實我們的物價指 是比九八年五月的時候 高兩三個百分比 有道理的 即是十幾年來香港的物價指數幾乎 停滯 走了個價格上來 其實分分鐘 十幾年前的價格和十幾年後的價格 其實是十分接近的 你不要說通脹 你說人工也是的 平均工資 其實這麼多年 我們跟十年前一樣 都是沒有錢 其實是這樣 但以前的價格便宜 反而不覺得辛苦 是 2003、2004年 2003不要說了 2004、2005年 好像十元一個套餐 有得飲有得食 你記得嗎 現在你想想 這樣就跟 可能有上到租金那些東西 即是說回樓價 可能很多人都說 要求政府要打壓樓價 但有些經歷過 2003年的負資產業主 就心想 這麼辛苦才可以 回到原本那個位 不需要再負資產 然後你又說要打壓樓價 這樣可以讓他享受久一點 有一些人會是 因為如果他經歷過 2002、2003年的負資產 他們是真的 都很辛苦的 我想這個是跟 有產和沒有產者 這個矛盾 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而香港有樓 和沒有樓的人 就差不多一半 很接近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所以你說怎麼搞 今天也搞不定 不可以令所有人都開心 只有一半人不開心 曾蔭英權也說 我們也不主張大力打壓 這個的確是 所以要復健居屋 復健居屋是要你在不打壓樓價的情況之下 解決一些新生代的中產自然問題 所以復健居屋是十分之重要的 是一個在兩欄之中 較為一個可以平衡的 一個解決房屋問題的方法 就是我們要求復健居屋 復健居屋我們的原意 都不是要打壓樓價 我們的目的是要解決房屋 其實你說打壓樓價 你看回我們之後 近這五年的樓價升上來 其實有一部分是政府推波助瀾 例如酸九招 絕對是 他有份推上來 其實他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功夫 令到他不要升得那麼快 他又做不到 他有份推波助瀾 因為之前他受過的教訓 就會掉下來 所以你說他打不打 永遠政府都有一個插手 永遠都有 永遠都是 推地全部都是 如果只是說回歸之後的房屋政策 其實是遠於不合格的 怎樣說 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對整個東南亞 甚至乎香港 甚至乎內地的經濟 都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衰退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對房屋的需求 是一個下降的情況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第一任的特首董建華 就推過85萬的政策 在房屋需求下降的情況下 我大量增加房屋供應量 這是一個反周期的房屋政策 所以就導致房屋的價格大跌 接著到2002年 我們就出了酸九招 就大幅減少土地的供應量 和停售的居屋 但是在這個時候 到2003年的時候 經濟開始重拾升軌 加上自由行 投資移民等等的計劃 香港的房屋需求 在2003年 又急速增長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房屋供應政策 就會下降 也是一個反周期的房屋供應政策 其實香港過往回歸14年 我們兩個最大的房屋政策的決定 其實都是錯誤都是反周期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回歸14年 我們的房價 要是大起要是大跌 是沒有穩定過的 政府負很大的財務 這個問題好 就是你說反周期 政府有一個特點 第一它養到滯後 因為它看到一些東西才有反應 是 第二就是 一個所謂良好的意願 造成一個非常之惡劣的後果 他不會及時去補救 有一個諾貝爾得獎 叫做哈耶克的人 也說過 即是說通往奴役之路 是由善意鋪成的 很深做的 是 由政府行為 所以其實整個行為 好像八萬五 其實八萬五 他本來是很深的 是很深的 反過來現在可能也適用的 不知道的 是吧 因為當時大家說 買不到房屋 他那麼長遠 其實是的 反而可能是樓價 現在我們的聲音 好像當時的聲音 也說買不到房屋 居屋都幾百萬一間 那他就是八萬五 但當時你沒有八萬五 可能樓價也要跌 因為市場已經是 即是開始轉世了 是的 沒錯 但它只是推波助瀾 所以政府政策 如果你靠政府的政策 永遠都是一定滯後 問題是後多少 但是後得特別多 我們特區政策 後了一個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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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開始 或者整集我們都不斷說 就是全球的貨幣 都面對著一個很大的危機 即是我們這幾年 有一本十分暢銷的書 就是貨幣戰爭 貨幣戰爭的送紅兵 就不斷鼓吹了一個觀點 就是 美元會破產的 即是這些 我們用印銀子的手段 就不可以持久 其實會不會真的 即是全球性的貨幣 會有一個崩潰的情況出來 尤其是現在就很切身了 因為美國國會 正在討論提高 那個發債上限的問題 即是那個問題 現在就變得很迫切了 即是會不會 即使今次解決到 這個提高發債上限都好 但在可見的將來 會不會說 貨幣會破產 然後會重新回到 這個金本位 或者是銀本位 這個情況 會不會 Vicar整集的問題都好 他很宏觀 很宏觀 但是金本位 有沒有那麼多金 這個已經是 這個應該是關鍵 但是你說 譬如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 很多人都同意 隨著美國的債務問題 其實可能在 不夠將來 那個地位不斷下降 所以為何現在 都有很多 都提議說 多元儲備貨幣 是的 或者說 將人民幣 甚至是納入 這個 這個 國基會 那個一男子 我就覺得現在都是 衰鬥衰 就是說 美元是衰 但其他的可能更衰 結果 你仍然要用美元 是 暫時的 將來都是 這個就是一個困難 雖然說 雖然說 人民幣本身 也有自己的問題 但是他的升值 還是很凌厲 其實又不是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今天 其實 今天 有一份雜誌 是很出名的 外國的 也有提及 其實他的價值 已經差不多 即是相差 即是相差 不是說 相差 好像是低 只剩下幾個百分比 是的 所以我們又不可以說 將一些一直發生的事 以為他慣性 繼續發生 是嗎 即是一樣都是有一個 循環 即是我自己覺得 明白 但是你說到 我覺得 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 都不會說 一時三刻會被挑戰 雖然現在其實 各各央行 都不斷做很多事情 譬如吸納多些黃金 或者其他 叫儲備貨幣 歐羅 不過歐洲 你都看到問題都很大 所以那個困境 一時三刻都很難解決 但是如果 說一個 聯繫互率 回去 其實我們可否同一時間 除了歐美元之外 又歐人民幣 即是幾種貨幣混合 即是可否 一籃子 一籃子貨幣的機制 新加坡做法 即是可否可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相信他們正在研究 應該 當然可行 現在我們人民幣都是一籃子 以前都是只歐美元 不單是歐貨幣 我們可以同時歐金 即是一籃子的貨幣 加上物品 可以這樣說 即是混合成 即是甚麼都可以勾 即是 張五常他近這幾年 關注點放在貨幣的理論上 他都說過 即是衣食住行 我們平時任何東西 即是好像水 即是豬肉 全部都要作為貨幣的儲備 即是水 有人說未來水危機 即是 明白 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原來就夠衝了嗎 是啊 唉唷 這麼快就夠衝了 今集都很充實 即是我們一個小時 幸好你帶領之下 不要 即是兩位嘉賓就夠份 不是 我不是 我半個主持 即是問些甚麼問題 都可以回答到很豐富 可以 Eric 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希望有機會再請文昌 和珍博士做我們的嘉賓 好 謝謝 拜拜 小意思 我不用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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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hift